上一回啊,咱们说到申时行在担任了首府之后呢,开始了他的治国的行动 他首先啊,废除了张居正所制定的考成法 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这个考成法呀,有很多的弊端 是张居正想当初啊,没有想到的事情 所以他就毅然的废除了这个考成法 并且开辟了大量的田地,安置各地的流民去耕种这些田地 这些流民都是在实行考成法的时候,没有办法离家出走的 所以呢,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不安定因素 这一下呢,他们都有地种了,也有了家了,也安定了 所以社会矛盾得以大大的缓解 这个废除考成法是申时行执政的一次重要的抉择 虽然是改革吧,却不用费什么力气 为什么这么说呀? 毕竟张居正已经不在了 死人兼废人,没有人帮他出头 他的条令,爱废不废,没人管 不废白不废,白废谁不废呀? 是不是? 哎,但是下一次,申时行,他要做这个事情啊 那就没这么容易了 什么事呢? 这还得从万历十八年,也就是1590年说起 这一年啊,边境上出了个事情,事情还挺大 什么事呢? 当时的这个总兵李连芳带兵在边界巡视的时候 遭到了埋伏,是全军覆没,被杀了 下黑手的呢,是蒙古达达部落的这个首领 叫扯利克 这事情可闹大了 李连芳那可是明军当中的高级将领啊 拿今天的这个级别来衡量 那应该是相当于军区司令这个级别的 达达部落把他给干掉了 这明摆着是对明朝政府的严峻的挑衅 所以这个消息传到了朝中之后啊 朝廷里的这些个大臣们 个个是义愤填膺 摩拳擦掌 争着抢着 打算要派兵去收拾这帮无始生非的家伙 要派兵去打这个蒙古的达达部落 消灭这个扯利克 哎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似乎啊 这个仗都是非打不可了 你想 堂堂一大明朝 让人家给打了连手都不敢还 当缩头乌龟 怎么也说不过去呀 而且这件事呢 最后闹得连皇帝都知道了 啊 连万历皇帝也觉得很没面子 所以呢 他也主张打 是力主出兵 那么现在看来 老板发话 群众支持 这场战争应该是势在必行了 对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绅士行站出来了 他对皇上说 皇上皇上 这仗啊 咱们不能打 那么在中国的历史上 但凡国家有事 地方被人家占了 人叫人家给杀了 这朝廷那总会是群情激愤 人人喊打 这些个官员们看上去 个个都像是个民族英雄 正义的化身 然而这其中啊 还别有奥秘 怎么说呢 临战之时 国仇家恨 慷慨激昂 大家伙没有不激动的 全都激动 在这个时候呢 跟着激动这么一把 可谓是毫无成本 反正仗也不用自己去打 还能落个好名声 表现一下 这何乐而不为呢 这是主战的那一方 主和的 那可就不一样了 甭管是真主和 还是假主和 您想啊 大家伙都在那喊着 打打打 你偏不喊 这不脱离群众吗 要是你在喊不打的话 那群众还不得把你踩死 所以说 在这种时候 主战者未必勇 而主和者呢 未必窃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啊 那个主战的人 未必是真的勇敢 主和的人呢 未必也就真的是窃怒 这要根据具体的情况 来做具体的分析 那么这一次 主和的深实行 可以说就是一个勇敢的人 事实证明 他的主张十分的正确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大家伙嚷嚷着 要打的那位下黑手杀人的扯利克呀 他并不是一般的人 他的身份呢 是达达部落的首领 而且还有一个封号 叫顺义王 这顺义王怎么回事啊 这是当年明朝封给那个暗达的封号 前文书咱们也讲过 这个暗达到北京这来 后来呢 没有逃了好处去 最后呢 被打服了 这个边境呢 就安定了 那么这个顺义王呢 是想当年明朝给暗达的这么一个封号 这位扯利克 也就是暗达的继任者 但是这个人虽然叫顺义王 可他既不顺也不易 好好的边境互事 他不干 整天在那寻思着对外扩张 还打算怎么着 联合蒙古西藏各个部落 搞个蒙古帝国出来 再和明朝对抗对抗 对于这好人呢 倒真是应该打 但是呢 普鲁士的伟大军事家 克劳塞维茨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打仗嘛 说穿了 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对方听话 那么如果有别的方法 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也就是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让他听话 那还何必要打呢 毕竟这个打仗 劳民伤财 又得花钱 又得死人 它不是个事啊 所以呢 深时行就找到了 这么一种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法 他是怎么找的呢 要说深时行脑子确实好使 他非常敏锐的发现 这位扯利克 虽然是个顺义王吧 但是呢 他下属的这些个部落呀 却并不是说特别的团结 并非铁板一块 为什么呢 他这个下属啊 是由各个的部落组成的 这些部落 他也有自己的首领 这些个首领呢 是各有各的主张 大多数人和明朝生意做的好好的 压根就不想打仗 如果这个时候啊 要是跟他贸然开战的话 想打的打了 不想打的 您也给打了 实在是得不偿失 哎 所以深时行认为 分化瓦解 这才是上策 所以他才会反对出战 当然了 以深时行的这个水平 公开反对这种事情 他是不会干的 在政治上 他很油滑嘛 所以呢 他在野生人静的时候 独自起草 秘密上交了这么一封奏书 可以说 事情干的是滴水不漏啊 那么万历皇上呢 接到了深时行的这封奏书 看完了以后一琢磨 哎呀 这深先生 深老师说的这个道理 还是对的呀 于是乎 他就认可了深时行的意见 同意暂不动兵 并且命令深时行 行了 你啊 全权的来处理这件事情 把它给我搞定 哎 这个消息一传开了 朝野上下是一片哗然 但是皇上都发话了 说不打 谁也没办法找皇上算账 你是不是 深时行先生 这会儿就做姿态了 也是一脸的无辜啊 哎 这个各位 我虽然是朝廷首府 但是皇上不同意出兵 我也没办法呀 嘿嘿 他还这个来了劲了 得 这么一来 仗不用打了 但是这件事情呢 他还不算完 深时行 随即下令兵部尚书正落 在边界集结重兵 哎 把这些军队集结起来 也不做大举的进攻啊 每天就在那蹲着 别的部落都不管 专门揍这个扯利克 打这扯利克呢 还专门挑的运输车队去下手 抢完了就跑 这招是跟他学的 可以说这种打法是毫无成本 而且收益率非常的高 明军们乐此不疲啊 既能够杀敌解恨 又可以抢着东西 那这何乐而不为呢 可是这扯利克呢 却被打的是叫苦不迭 最后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啊 只得是率领他的部落是躲得远远的 就这样 没用大动干戈 不费一兵一卒 深时行就轻而易举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使得边境恢复了和平 虽然张居正死了之后 朝野的格局是十分复杂 帮派林立 可深时行 却凭着自己无人能敌的混功 应对自如 游刃有余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呢 他不但自己能混 还无私地帮助了不能混的 混不下去的一位先生 谁呀 就是万历先生 这个自从登基以来 万历皇上一直都在忙两件事 一件呢 就是处理政务 另外一件事呢 那就是要把张居正搞臭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啊 这两件事情呢 其实是一件事情 因为张居正生前实在是太牛了 当了二十六年的官 当了十年的皇帝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那十年当中 他是掌握十权嘛 皇上都得听他的 他不就跟皇帝一样了吗 可以说是名气比皇帝还要大 虽然人死了 可这茶还烫个冒泡呢 人不如说人去茶凉吗 可是张居正走了 这茶还是热得很 所以不搞臭张居正 万里觉得我就搞不好政务 但是要干这件事情呢 自己又没有办法亲自动手 你说一个皇上 你要把自己的老师 把证据证 你要把他打倒 要把他搞臭 这个有点说不过去 所以呢 他必须要找打手 万里很快的就发现 最好的打手就是那些个阎官和大臣 因为在张居正时代 阎官大臣都不吃香 全都被整得奄奄一息的 现在万里皇上决定开闸放狗 事实上这帮的人的表现也确实不错 前面咱们也讲了 比如这个江东芝啊 李直啊 杨可丽啊 等等这些个人 虽说下场最后都不怎么样吧 但是至少在他们工作期间 还真是都尽到了走狗的本分 看见张居正被穷追猛打 万里感到很高兴 看见顺时行也被牵连了 万里也不伤心 因为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轻微的副作用而已 借机敲打一下申老师也好 免得他当首辅当的时间太长了之后 再犯前任张居正的那种错误 是不是 到时候也是对我指手画脚的 那可不行 嘿嘿 这个万里解放了大臣和阎官 在那指挥自若的 是因为他认定 这些个人将永远都听从他的调遣 然而他并不知道 自己犯下了一个非常可怕的错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就骂人的水平而言 阎官大臣和街头骂街的大妈 只有一个区别 什么区别呢 大妈那是业余的 这些阎官大臣那可是职业的 大妈骂完了街之后还得回家洗衣服做饭去 这阎官大臣骂完了这个就会接着骂下一个 他们没别的事可干 所以呢 当他们足够壮大之后 攻击的矛头将不再是死去的张居正 或者是活着的绅士刑 他们的矛头竟然指向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大人 要说起来呀 也不怪这些个阎官大臣们骂万历 这万历皇上确实有被骂的理由 自从万历十五年 也就是1587年起 万历就不怎么上朝了 经常是偶有危机 什么叫危机啊 小病不断 危机就是小病 开始啊 还真是偶有 偶尔的不舒服了 感冒了 哎 或者是上风了 不上朝了 可是后来呢 就变成了常有了 啊 这个危机 小病呢 也逐渐的变成了头晕眼黑 历伐不兴等等等等 总而言之吧 大臣们见着皇上的机会 那是越来越少了 咱们必须说明的是啊 万历虽然不上朝 但却并非是不上班 那这个事情他还是要办的 就好比说你早晨起床了啊 不想去单位上班 该在家里头办公 把该做的事情呢 也做了 是吧 该写的材料写了 该发的文件发了 用电子邮件全都传出去了 啊 该给领导汇报的 你也给发到单位了 哎 这个除了不打考勤呢 还有少见了几个人之外 其实跟上班也没什么不一样 那么到了后世呢 一说到万历皇帝 总是什么什么 几十年不干活之类的 哎 这要么是无意的误解 要么呢 就是有意的污蔑 您想想啊 啊 在中国这么大的地方当皇帝 当然了 收益很高 想要什么就要什么 但是他风险也大呀 屁股上坐的那个位置 那只要是个人就想要 但凡在位的皇上 除了个把弱智之外 基本上都是怀疑主义者 啊 见谁怀疑谁 也难怪 啊 这今儿个这搞阴谋 明儿那搞叛乱的啊 皇上的日子过得 那叫一个悬呢 没准几天不看公文 这刀就架到脖子上了 你说是不是 万历皇上自然也不历万 事实上呢 他还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 公于心计的政治老手 所有的人都只看到他不上朝的这么一个表面的现象 但是却没有人察觉背后隐藏的暴秘 在他之前 有很多的皇上每天上朝礼政 费尽了心力啊 这个最后是这个鞠躬尽瘁啊 日子过得极其的艰辛 但是却依然脑袋不保 而他老人家呢 几十年不上朝 谁都不见 却依然能够控制住这群大臣 你说万历这个人厉害不厉害呢 咱们是在这儿这么说 但是当时那些个阎官大臣可不管这些 他们不去研究这些背后的东西 在他们的世界观里 皇帝不但要办事 还要上班 哪怕是屁事没有 你也得上朝 在这金鸾宝殿那坐着 这才叫皇帝 万历皇上当然不干了 他不干的表现 那就是不上朝 阎官大臣们也不干的 他们不干的表现 就是不断的上奏书 在此后的这几十年里头啊 这些人一直都在干同样的事情 那么万历十四年 也就是1586年的十月 这场长达三十余年的战争 是正式拉开了序幕 要说当时的万历啊 基本上还属于是上朝一族 只是偶尔的偷偷懒歇歇功而已 哎 就这样 他也没躲过去这顿骂 第一个上书的 是礼部慈祭司主事 卢洪春 按说呀 这第一个上书啊 不该是他 因为这位仁兄主管的是祭司 级别又低 平时呢 也不和皇帝见面 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他上书提意见 这卢洪春之所以不满意 不是因为皇上不上朝 而是因为皇上不祭司 可以说卢洪春也是个很负责任的人 发现皇帝不怎么来太庙 又听说近来他经常是消极代工 所以就上书 希望皇帝改正 本来呀 这也是个挺正常的事情 结果却被他搞得不正常了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咱们下回接着讲